預備 1 2 3 好 飛 天啊 你爆血了 很震 還有這邊還有人要打一點 穿這樣子很難打欸 其實也很好 對 你這樣子還好 可是我不能 因為我這樣打的時候 我完全這樣會這樣 OK 我一清又熟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沒有覺得很緊張 開始有點緊張喔 對 Oh my God 這裡為什麼要碰我了 哈哈哈哈 這裡喔 好 Oh my God 你是我的最後一個戶客了 好像是在未來媽媽之前 我覺得這個卵子會不會老化的比 我的年齡來得快 這件事情 綁住了很多的女性 不是只有我而已 那 我的個性一直都是走那種 遇到問題 我會先想解決方法的人 那 我遇到的問題呢 就是 我的感情齁 也不是說順利到 又趕得上 我 軟子的時間 雖然我也不確定我軟子 會到什麼程度 可是我就是很不想被這件事情綁架 我想要 我想要拆開來想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一個 一個契機 或一個想法 可以讓我 就是 逃脫這個漩渦裡 知道我媽 跟我講了一些話 她就跟我說 她也算是 一個人把我帶大的 所以她並不覺得 女人如果沒有愛或沒有能力 就不能自己養小孩 她的心情是這樣的 知道我 剛剛好接了 未來媽媽這個角色 郭慶這個角色 她是 郭慶其實在講裡面 很多台詞的時候 是比我更篤定 比劉品人更篤定的人 我也因為她這些台詞 跟她遇到的 不管是動軟也好 這些事情 我就再重新去研究 這會不會是一個 適合我的方式 所以就剛剛好落在了 33歲的這一年 把這件事情 完成了一半目前 OK 要來了 好緊張 大家看到上面有水珠了嗎 所以呢 現在我要來轉這個計量 轉到我的需要的計量 好 接下來就交給我媽了 緊張嗎 通緝 我們要來了 好 今天 好緊張 下來一點點 小心一點 好開始 來 來那個計量 零呢 零好慢慢的 拔起來 整隻拔起來 慢慢的拔起來 原來 好緊張 請可以先找一個你好壓 然後也好看 好 然後我把它插起來 好 直直的推進去 好 這樣直喔 有 天哪 來囉 好 深呼吸 你成功了 完成了 耶 直的喔 這樣 對 1 2 1 3 1 2 3 2 1 2 2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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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為什麼要碰我 到底為什麼這麼多人想要生小孩 對 我現在一開始覺得我也好想問我自己喔 我現在這些軟痛起來也還沒有得用呢 其實這個針蠻不短的耶 對啊 你等一下那一整支針要在裡面 Shit 就是這一整 這一節 好 這裡喔 慢一點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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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什麼感覺 擦別人的肚皮 跟自己的肚皮有差嗎 有沒有擦在自己的肚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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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啊 你是我的最後一個顧客嗎 我摸摸摸 我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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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啦好啦 到底 為什麼 我剛剛去做了那個超音波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的那個超音波的經驗怎麼樣 我以前做過超音波就是去看婦產科 然後他會拿那個在我肚子上面嚕這樣 看我的什麼子宮卵巢 有沒有長一些不好的東西這樣 我剛才也以為說我遇到的超音波 會是在我肚子上面嚕的 不是 我一進去的時候他就說 要我把褲子摸 然後我說好啊 內褲也要脫 內褲也要脫 現在是要內診嗎 我自己有點想說 欸 不是超音波嗎 可是我想說沒關係 就是大家都是女生 我一定要故作鎮定 就是很帥氣的就是一屁股就這樣 把內褲也脫 然後就坐上去了 然後他說好 深呼吸喔 然後我想說在深呼吸的同時 就忽悠龐然大物 拔身逃入而來 就這樣冰冰的滑進來了 然後我嚇了一大跳 因為我實在是沒有想到 會來的這麼突然 就嗚呼的一下 然後他就說照到的這個超音波的人 是要看我的綠泡 那因為那些綠泡喔 其實我也看不懂 所以就是有一些黑點點的地方 他就有在量那個 黑點點的長寬這樣 所以我在想那個也許就是綠泡吧 不過我覺得這個經驗實在是 太特別了 好的今天是取軟 取軟日 然後我現在已經取完了 我聽我媽講說 其實我手術的過程 大概才15-20分鐘左右 因為這個療程其實大概就是 比如打營養針 然後到取軟手術 到修復 可能一兩三天的修復 總統也才兩個星期左右 我覺得我打完破軟針的那一天 我就很想再夠了 就放手 就是想說好 我的我可以做的任務 已經就到這裡了這樣 那後面的真的就要交給 專業的醫生來處理 對 左邊右邊 兩邊是不一樣的 對 我們的軟刀兩側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右側 右側 左側 右側 這個是實際女性的軟數 對 那篩選之後 它會動成熟的軟 所以成熟的軟才會被能動起來 所以也有可能動起來的軟數 會少於六個 對 對 今天要來揭曉答案 就每次喝都可以來一組的舞蹈 好開心要跳舞 OK好 我其實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AMH值 其實本來醫生的評估 是要取到十顆以上 但是 剛剛醫生也講了一件事情 讓我稍微鬆了一口氣 就是 經期 每一次的這個 生理期 擁有多少 綠號 就等於是軟子 是跟潮系一樣 它不是一個一定的 你每次都十顆 每次都有八顆 或幾顆的機會 剛剛好我在取軟的這一個月呢 我可能是退潮的時候 所以 軟子本身的數量 就比較 綠泡本身的數量 就比較少 所以 這次可以去除健康的六顆 然後都可以 存起來 它覺得已經很符合我的 這些指數的評估了 那它也有建議說 大概在半年到一年內 可以再來取一次 因為建議如果以後 是要做試管的話 大概是十到十五顆 就是十顆的軟子 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我這次取了六顆 我下次如果 也很lucky的 再取了六顆 收工啊 雖然啦 聽到說 沒有一次搞定 還是會有點 怎麼 這個療程還要再來一次 但是 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人 都是沒有做過也不知道 或者是說 也有人可能比我 要再更努力 或更辛苦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 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就是你要的話 你就來吧 就做吧這樣